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者外孙的失踪现在成了阿祖法的心病 孩子没有找到 阿祖法天天寝食难安 但他又没有能力帮助老者寻找孩子 所以只能忍受愧疚和自责的煎熬 小凯撒知道妈妈要欺茶 赶紧帮忙拿了放糖 阿祖法又是以他把杯子和茶盘端过来 凯撒小心翼翼地爬上台阶 一手拿着一个杯子 但他发现这样就没办法拿茶盘了 所以他把杯子递给妈妈 自己拿着茶盘下了台阶 完成妈妈的任务后 阿祖法给凯撒一个满意的笑脸 凯撒得到妈妈的赞扬与肯定 心里乐开了花 他不停地来回晃动双手 似乎觉得自己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阿祖法泣了两杯茶 凯撒给拍摄者送了过去 孩子真的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 以前走路还摇摇晃晃 现在端着茶水还非常稳当 听了拍摄者的夸奖 凯撒似乎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这么可爱的小美女 希望她能在妈妈的照顾下 健康快乐地成长 喝完茶水后 阿祖法忙着打扫刚建好的平台 现在屋子是越来越完善了 回想当初阿祖法刚被赶出家门 来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时 这里还是一大片卖地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努力 房子建起来了 越来越像个温馨的家 阿祖法所受的苦算是没有白费 现在他终于能给凯撒一个稳定的住所 再也不用担心在外流离失所 住山洞住帐篷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 凯撒看见妈妈在那清洗地板 也赶紧跑过来帮忙 看他拿着扫帚认真扫地的样子 不嫌累不嫌脏 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勤劳孝顺的好孩子 阿祖法应该也会感到很欣慰 虽然贫穷 没有能力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但孩子秉性善良 孝顺长辈 吃苦耐劳 就算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又何妨呢 而康特还在朋友家里聊天 可他还不知道 老者领着帽子叔叔先是去了阿祖法那里 然后又到了妈妈居住的小屋 老者现在非常需要康特的帮助 然而康特却错过了 就算老者家里没有人 康特也应该给老者打个电话 而不是就这么一走了之 而这位大哥询问康特 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 康特说 我是出来寻找我的妻子和孩子的 我的妈妈赶走了他们 现在已经走了快三个月了 毫无音讯 而且我的妻子还怀着身孕 我担心他们 已经找了很久了 听着恩人康特现在这么艰难 这位大哥心里也是非常的难过 以前康特那个时候多么意气风发 走到什么地方都是开着那辆豪华四轮车 可短短一年不见 康特家里不仅出了事 就连老婆孩子也都找不到了 现在走到哪都开着一辆破旧的卡车 而且满脸胡子 真的是太可怜了 大哥说 康特兄弟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虽说我现在生活得很艰苦 但我还是有一些积蓄的 如果你需要我会马上让孩子妈给你拿过来 康特说 我不缺钱 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的 我自己就可以找到我的妻子 谢谢你的好意 听康特这么说 好心的大哥告诉康特 如果有需要不管是人还是钱 千万不要和我客气 我会力所能及地帮助你 尽管康特现在什么都缺 但他不能要 毕竟他们生活得也不容易 而且还带着两个孩子 看到曾经帮助的这位大哥 现在的生活有滋有味 康特从心里为他们一家高兴 为了不打扰他们的生活 康特说 时间不早了 我该离开了 而大哥说 康特兄弟你先别走 等你吃过饭再走也不吃 我让你嫂子做一道拿手小菜 但却遭到了康特的拒绝 康特已有事为由起身准备离开 好心的大哥看着康特执意要走 也就没有再挽留他 而大哥的老婆 却不想康特这么快就走 康特说 我得走了 下次我再过来看望你们 可以看得出来 大哥多么不希望康特离开 一直抓着康特的手不舍地松开 康特以前财富自由的时候 确确实实帮助了不少人 尽管现在有难处 但他却没有找过一人帮忙 康特真的是一个好人 只可惜 他摊上了一位狠心的妈妈 把他原本幸福的生活 变得支离破碎 从大哥家出来 康特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他把车子停靠在路边 陷入了沉思 原本可以和妻子还有孩子相聚的 可康特却不想再返回那个让他难过的村子 但是不回去 康特又能去哪里呢 自从康特离家出走直到现在 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阿祖法的爱是真的 为了阿祖法 康特几乎舍弃了所有东西 之所以康特死活不愿放弃这辆车子 那是因为康特需要这辆车子 车子不仅可以帮助他寻找妻子和孩子 还能让他有个地方睡觉 在路边思索了十几分钟 康特决定再次返回村庄 他想再去老者家里一趟 看看老者现在有没有回来 康特做的这个决定非常对 如果这个时间回去 老者应该在家 就算还没回来 只要康特稍微等上一回 肯定能等到老者 要是康特到时候帮助老者找回外孙 老者也会对康特感激不尽 两人的关系将会更上一层楼 而且康特苦苦寻找的妻子和孩子 也会相聚 康特的这个决定做的真是太对了 而且还能破坏掉妈妈精心设计的计谋 现在不论是康特 还是阿祖法或者是老者 都希望妈妈过得不好 因为这位妈妈实在是太坏了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就算中间还有可能会出现岔子 只要康特和阿祖法之间的爱丝毫不见 妈妈早晚都会为之前所做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的 视频看到这里 那么大家觉得 康特这次返回去找老者 能否顺利见到老者吗 我是过来的